台積電動作為哲嘉強調 2026年才有辦法讓吃緊的先進製程 產能緩解 發送會後 財報量也重新 讓每股台積電ATR小長0.4% 但是隨著美國總統大選迎來不確定因素 道琼 納斯達克和標普500指數全下跌 DONALD J. TRUMP 美國總統參選人川普語出驚人 說出台灣搶走美國百分之百的晶片業務 矛頭似乎對準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財經專家謝金河臉書發文點出 美國人做不來 從台積電每場罷工 沒有人想加班就可看出 不能說是台灣搶走他的晶片製造業務 而是台灣比美國更適合做晶片製造 我們的人力數值夠高 那製造的成本夠低 國際情勢千一法動全身 台股週五開盤23228點 下跌170點開出 一小時後再度寫寫 盤中跌到22962點 跌幅擴大到420點 台積電開盤跌破千元 下跌17元以988元開出 盤中最低來到985元 市值蒸發超過5000億新台幣 只是為何台積電法說會交出亮眼成績 股價卻沒有景色 分析師點出關鍵 可能市場上會比較有些失望的地方會在於 資本支出並沒有出現大規模上秀 成交量如果能夠爆出7000億到7500億的水準 應該就有機會醞釀出短期止跌反彈的機會 除了成交量外 也有法人認為 大盤要是站回月線之上可能只穩 大盤震盪大 投資人小心為妙 明日選右翔郭文海Table的